歡迎收聽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9月11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在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 昨天正式登記後 澳洲、紐西蘭、加拿大都宣布 新任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 是他們的國家元首 紐西蘭總理阿爾登 在首到衛林頓的議會宣布這行消息 他說 查理斯國王展現出對我國深切關懷 這種關係深受紐西蘭國人重視 強調紐西蘭和英國王室的密切聯繫 將持續深化 而在澳洲 總督赫爾利是英國君主在澳洲的代表 今日也在坎培拉國會大廈宣布 查理斯國王是國家元首 隨後名放21響禮炮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就表示 英雷王世世令人痛惜不疑 用英雷王自己的說話來形容 悲傷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 我認為這是對很多澳洲人民 目前心目中感受最恰當的表述 當澳洲總理艾班尼斯被問及澳洲人民 會如何看待新任國家元首的時候 他說查理斯國王必須開創自己的道路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較早前也宣布 澳洲在9月22日將會放假一天 作為全國哀悼日 預計在首都坎培拉 舉行女王世世悼念儀式 澳洲總督赫爾利和澳洲總理艾班尼斯 在今月14日將會乘搭飛機前往倫敦 預計停留一個星期 參加9月19日在西敏子舉行的英雷王國狀後 在9月21日返國 另外加拿大也正式宣布 認王查理斯三世為國家元首 加拿大首席文章官哈納德說 查理斯三世聖夢上帝在英國、加拿大 和其他國土和領土的恩典國王、營聯幫元首 我們寄託和效忠的信仰捍衛者 軍方儀仗隊之後奏起樂曲天佑國王 又明放也一響禮炮致敬 最後以加拿大國歌作結 儀式在加拿大首都阿太華舉行 總理杜魯多和總督西蒙都有出席 加拿大是營聯幫成員國之一 雖然當地人普遍不太關心營國王室 但不少人對已故的營女王伊麗莎白熱誓有好感 外界相信加拿大修憲廢除君主制的可能性不大 下一則質問 查理斯三世正式登記後 昨日接見首相蔡惠斯和內閣成員 查理斯三世由往後卡米拉陪同 在白金漢宮接見首相蔡惠斯和多名內閣高級官員 查理斯三世又接見在野工黨黨灰司紀宴 蘇格蘭民族黨西民領袖帕加費 還有坎特伯雷大主教韋爾比 查理斯三世後離開白金漢宮 返回皇室居所克拉倫宮 他在座架內向民眾揮手致意 抵達克拉倫宮後 查理斯三世落車與在場民眾握手交談 又接受獻花 而皇后卡米拉亦在保安人員的陪同下 與民眾近距離接觸親切地握手交談 另一方面成為王署的威廉王子 威爾斯親王發聲明到 念祖母燕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威廉王子昨日在社交網站發文 說燕女王的離世令全世界失去了一名傑出領袖 對她來說就是失去了祖母 威廉說自己一直受惠於燕女王的智慧和庇護 而她老婆凱特也得到燕女王的指引和支持 三名子女與燕女王共享的快樂時光 會成為永遠的回憶 威廉又感謝燕女王在她快樂和傷心的日子一直陪伴左右 以及對她和她家人展現慈愛 又為她們在公務和身份莊嚴上樹立模範 今次是英雷王世世後 威廉首次發文悼念 下一則質問 南韓總統辦公室今日表示 總統尹錫悅計劃前往倫敦 參加燕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國壯 燕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國壯 在9月19日在倫敦西敏寺教堂舉行 南韓總統尹錫悅預計才會去倫敦參加喪禮 再轉往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 而美國總統拜登亦證實 將會出席燕女王的喪禮 日本政府正在安排著 入王德仁參加喪禮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也可能陪同前往 下一則質問 英雷王伊利沙伯二世的寧救 在今日9月11日早上10時 將會從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城堡 經過6小時的車程 運送到蘇格蘭首府愛丁堡 停放在英國皇室在愛丁堡的住址 荷利路側供 而在星期一 將會移送去蘇格蘭聖吉爾斯大教堂 被公眾佔養和悼念 而星期二 寧救將會由飛機送到倫敦 燃雷王的寧救 移送回回倫敦之後 才會擺在白金漢江停放 然後在9月15日至9月18日 將會在世民共停靈 大約4日被公眾佔養寧救 然後才舉行國葬 倫敦西民共是英國政治的心臟 大廳是建築物最古老的部分 建於十一世紀 至今仍然保留中世紀的木屋頂 燃雷王的棺木 將會放置在木屋頂下的寧救台 每個角落都有皇家衛隊士兵首位 上一次停靈在西民共的皇室成員 是燃雷王的母親 伊麗莎伯皇太后 她在2002年世世 當時有超過20萬人排隊悼念 燃雷王的寧救 由白金漢江移送去西民共期間 路上會有閱兵儀式 往失成縣隨行 期間公眾可以在街上觀看送桑隊伍 倫敦王家公園 也可能會設置大型幕進行直播 寧救將會蓋上皇旗 進入西民共後會掛上帝國皇冠 寶珠和拳像 放置後舉行簡單的追悼儀式 再開放給公眾佔養 燃雷王的國葬將會在9月19日 在西民寺舉行 西民寺歷史悠久 是英國國王和女王接受加冕的地點 1953年燃雷王曾經在此進行加冕儀式 她和菲立親王在1947年都在此結婚 除了2002年王太后 即是燕雷王伊利沙巴二世的母親的喪禮 西民寺自18世紀以來 都沒有舉行過任何君主的喪禮 在9月19日的國葬當日 寧救將會擺放在皇家海軍的炮架車上 從西民寺移送到西民寺 那架炮架車上一次亮相 是在1979年菲立親王的舅父 蒙巴頓八爵的喪禮 由142名皇家海軍官兵拉動 而國葬喪禮很可能會由西民寺座堂主任 穆斯大衛霍伊爾主持 坎特布女大主教威爾比廣道 手上常委士或會獲要致辭 在喪禮結束後 燕雷王的寧救將會離開西民寺 途經倫敦海德公園的威寧頓拱門後 再乘坐鄰車前往溫沙 下週到達溫沙城堡的聖喬治教堂 預計國王查理斯參世和皇室高級成員 將會參加溫沙城堡方庭的送喪儀式 之後靈救將會被移到聖喬治教堂下葬 聖喬治教堂是皇室經常選擇用來搞婚禮、洗禮和喪禮的教堂 這裏亦是哈利王子和梅根結婚的地方 亦是燕雷王已故丈夫菲立親王喪禮的舉辦地方 燕雷王的棺木將會下葬於皇家冒月 再安葬在聖喬治教堂內的喬治六世國王紀念教堂 下177文法國總統馬克龍 週六和新任英國首相卓惟斯舉行電話會談 上方日字表示將一步加強英法關係 和密切合作應對挑戰的共同願望 另外馬克龍總統也都將會參加9月19日舉行的 應對皇國壯馬克龍在與卓惟斯談電話時 再次向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辭世表示哀悼 今集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這個VPN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這個VPN 這個叫做Private Internet Assets 簡稱PIA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他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和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就是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我們也算過價錢 看過其他那些 這個也算是便宜的 市場上有競爭力的 而且這家PIA是美國公司 另外一個比較熱的 Shack Shark 應該是芬蘭公司 現在他透過我們的連結 去加入VPN計劃 想有82%優惠 再加三個月的免費 海外用戶更加可以用PIA上網 看ViuTV 這些節目 不用買TVbox 挺好處的 簡單的 PIA就可以連接到香港通道 直接可以自身香港一樣上網 海外也可以用 因為有些人看ViuTV 海外看不到 但如果用這個 可以在海外的朋友都可以看到ViuTV 這個也會贊助我們 所以如果加入這個 就等於支持了我們 希望大家網友可以裝上一個實際用途 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然後我們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